每年活動總會看到親子家族 一起同遊南投火車好多節 已經在今年2012正式邁入第六屆 一年比一年熱鬧精彩 吉吉縣也是南投珍貴的觀光資產 沿線的周邊景點豐富迷人 每逢假日在小鎮上也是湧盡相當多的人潮 不僅風景優美 當地農特產品也非常優質 假日更有許多活動舉辦 更吸引國外觀光客前來旅遊 這次吉吉的蒸汽小火車依舊啟程 帶領旅客一覽小鎮沿線的風光 這個蒸汽火車是CKEO4 它是1936年日本製造的 到今年服役已經70幾年了 今天所擔任的是 這個吉吉縣的蒸汽火車之旅的一個工作 我們時候坐火車來做一個觀光 來實際就說我們积极拿到 這個歷史跟文化的好朋友 可以說就由我們住宿假日 來坐這兩包的蒸汽火車 但是我們看得出來說 我們一集燈特別用心 它在我們酒邊 在我們一集的火車站的酒邊 設備後 很多很多在地的特色活動 議員陳書惠也為活動做宣傳 肯定吉吉鎮公所在地方發展上非常用心 吉吉鎮被列為十大觀光小鎮之一 也帶動鄰近鄉鎮包括水里湘雨車程的發展 吉吉沿線風景非常優美 各據點各有特色 也都會舉辦許多活動 議員陳書惠歡迎各地民眾朋友 趁假日休息不妨到鄉下走一走 所以我們在這裡邀請就說 我們所有的好朋友可以 就用我們宿假期間 小孩都休息 可以就一個大小 來坐到我們集集鐵套 這個暑期的火車好多一個活動 蒸汽火車 來加添就說 對著說坐火車 請坐活動 加添就說 對著我們集集 水里跟民間 這個歷史文化的食材 吉吉火車好多節 歡迎大家一起來玩 YA 於昨日積極政公所與相關單位 及議員陳書惠 與政長咖啡一同會談 為南投火車好多節的活動做討論 期望此次的活動 能夠辦得比往年更為精彩 期望更多大眾朋友 可以過一個精彩熱鬧的南望暑假 民意新聞劉宥祺陳淤林 集集採訪報導